这是接下来第三局的比赛 开球以后露出了一颗 但显然这个红球是有一定的难度 一般这种打法是把红球的打法 红球推下来把主球放上去 直接攻也是一个不差的选择 因为只有一颗球散在外面 主球向左拉一颗心 红球打走 这击防守也是不错 好球 相当漂亮 这个解球母球是过了 并且碰到了7分 被罚掉了7分 冲击 又解到6分了 这样的话被罚掉了13分 这个太不合算了 看来今天这个马克斯尔比也是出现了一些状况 感觉并没有完全的投入到比赛当中 这个每次我听Yavahas说这句话都觉得很有意思 一般裁判会问 OK 或者是那种 他会问 你高兴吗 你不高兴就讲 因为裁判Yavahas他不是英国人 对 他不是正统的英语 来吧 我宣传 用荷兰式的英语 我非常个人非常喜欢这位裁判员 他是 一个是秉公执法 一个是执法的能力相当强 对 我们那天看到一个细节 就是 就是一个球员要上去打一颗彩球 流场要上去打一颗球 这颗球是一颗很难打的球 或者需要很好的一个耐心 和稳定度去打的 但是他没有指定彩球 这颗球是一颗彩球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 如果球员不指定彩球的话 裁判会叫一声 会问他 是哪颗球 那么他正在打的这颗球 其实是倒踢一颗星去碰到这颗球 再调球 再用这颗球去调球 理论上讲 你应该喊一下 对 那么或者说 运动员应该主动喊一下 对 Brumbo 那么他会回忆一声 回应一声Brumbo 那么大家就达成默契了 对方也听到了 对 但这个时候 流场很着急 忘了喊了 他站在他背后 也没有喊 也没有喊 因为事实上这是失职的 但他认为说 对方在很认真描球的时候 他喊一下 不想影响对手 对 很可能会影响到对方 不想影响到 击手的球员 对 那么这一点上我就觉得说 人后长者 对 长者之风在裁判身上能够表现出来 并且像你刚才所说 他知道可能流场的英语水平也不是非常好 是吧 也有其中一个原因 他因为不是纯正的英国的水平 好 刚才这个丁俊辉呢 远台进攻没有打进 机会露给了马克西尔比 一个小低竿 稍稍拉后 感觉这个力量稍微小了一点 修正的还是不错 轻推 流出斜角 这个炸球呢 就要讲究这个一定的运气 我相信 炸开 很不错 但是运气如何呢 你需要这个能不能过 我从画面上看 好像都没有下球 就是黑球左边这个没有吗 没有 那就 我们看到粉红球往左边数过来第三颗 那颗我相信也被阻挡住了 对 那么上方那颗 就要看 我说 我看你